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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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大的同学,你們好! 我是申小玲 今天我會和你們介紹一下 胡琴家族的樂器 首先,我想簡單地說一下 胡琴的發展歷史 其實在宋代的時候 義烏已經存在 或者是胡琴 他們當時是用一些竹片去拉奏 不是用我們所見的公毛 當時的宋代 他們稱之為胡琴 發展到唐宋 原名稱後 特別是名稱的時候 義烏在整個中國已經很盛行 我們也是用它作為一種 說唱音樂 民間音樂的伴奏角色 何時才可以搬上 一個你現在看到的 獨奏舞台呢? 其實以下這位 重要的人物 劉天華先生 就是我首先想介紹給大家的 劉天華先生 其實他自小已經接受了西方音樂的教育 他很小時候已經懂得彈鋼琴 小提琴 他很自然地把這個元素 融入了我們的中國音樂樂器上 你看到的 現在我們很多的技巧 其實都是劉天華先生 把中西結合出來的成果 那麼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把我們的儀烏正式搬上 你現在看到的獨奏舞台 所以接下來 我會介紹一首 《空山鳥宇》給大家 劉天華先生為我們留下了十首獨奏曲 四十七首很有系統的練習曲 還有三首琵琶曲 所以這首樂曲 我比較喜歡它 就是比較自由奔放 還有開心點的情緒 描寫山谷裡 百鳥齊鳴的一個景象 裡面也會用了很多特別的手法 去為俗為妙地描寫出百鳥曾鳴的一幅畫 以作朋友可以分享感受到的是 地区的重拐 勉強是你 的極重可天童 可以展示上去了 唯一對彩莎的一幅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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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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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